今天胡人队主帅卢克沃顿在接收采访,是谈到了球队打法的问题,泰伦卢尘,谁都清楚把球交给詹姆斯是最简单的方法。 他确实有这样强悍的大队能力,我们也确实会让他大量持球,但球队同样非常看重年轻人的成长,因此在几末队球队的综合情况更被看重,从沃顿的话中我们不难听出,他是拒绝做泰伦卢第二的。 我们知道当初骑士队的泰伦卢几乎所有战术与打法都是把球交给詹姆斯,因此也被球迷颇为诟病,骑士队也在与勇志的交手中屡战屡败,最终看不到希望,导致了詹姆斯的离开。 而当下的卧队呢,很显然他有自己的策略与打法,他不想要完全依靠詹姆斯,因为这一方面已经被骑士队证明了效用有限,毕竟这对詹姆斯的消耗太大了,可以赢得一时却很难赢到最后,并且还会产生一个不良后果。 那就是,一旦詹姆斯下场,球队就立刻陷入跨境,那有一点就在于这种使用方式会压缩年轻人的成长空间。 毕竟当下的詹姆斯已经34岁高龄了,颠峰期眼看就不多了,对于湖人队来说,如果他们想要在未来拥有足够的战斗力去争夺冠军,那么毫无疑问年轻人的成长将至关重要。 湖人队内目前的这些年轻球员,主要有这么三人是最具培养价值的,他们分别是英格拉姆,鲍尔以及胡子玛,其中尤其是英格拉姆与鲍尔都是高顺位新秀,天赋非常高,但两人的,成长是需要求全的。 在湖人队主帅已经放话的情况下,相信两人未来的成长会更加顺利。